11月16日,Volvin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,称最后一次回应拒绝金曲奖杯事件,对金曲奖主持人阿虎说,老师,我十分的尊敬您,谢谢您允许我上台说话给我这个机会,我从来没有说过报错名字的主持人是您,因为有直播大家可以看到,所以,你不用全往自己身上揽,而且从来没说过您把我却别对待。 我说的是有的艺人遭到工作人员递去别对待,我已会想您说的那样努力成为不被去别对待的人,您说我让您尴尬了,您就该对我,没毛病,所以你发第一条微博,是我从来没说过您什么。 但是是不过三吧,本来这件事情,跟您没有半毛钱的关系,我从来没有提起您一个字,可是您却发了三条微博,买通告定你,我是后辈,后辈也有发言权不是吗? 可能您觉得我没有资格,那我跟你说声对不起,打扰了,我这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回应你,我当时可以直接走,后果将来大众会说,我耍大牌,拒绝突袭板奖典礼。 而这个乱象也不会得到任何改变,我就是有苦,也说不出,我结果奖杯是对奖项的尊重,而这个奖项是我弄错了今年才有的,我生气的典礼就是要人拿到了别人名字的奖杯。 这就是对音乐的不尊重,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应这件事,到此结束,别要影响大家的心情,包围巴文回应。 据悉,11月14日晚,2018全球华语金纸奖颁奖典礼现场,女歌手温文在发表扩奖版言时直言,这一次是我见过最乱的颁奖典礼,我希望下一次能更专业点,不然这种奖不要也罢,说罢将奖杯包在地上,转身离去,拒绝领奖,该事件引起争议。 15日凌晨,包围巴文发表头条文章回应,列举了关于不要奖杯的一切,包括无人接机,酒店差别对待,红毯叫错名字,彩排无人对接,作为被霸占,主办方互相推卸责任等等。 我只想说尊重是互相的,我知道我这样做的后果,我承担,只有每个环节大家都专业了,整个体系才会专业。 音乐至上,谢谢大家。 随后阿胡在个人社交媒体上,爬文回对罢勿车,就算颁奖典礼不专业,面对那么多前辈,也不是罢勿这种后辈有资格说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